另外带你来看到的是瑞芳深奥的知名景点 橡皮炎周边暗交 今天上午的时候瑞芳区公所来到这边巡查 又发现有人系上了绳索且打上钢钉 那么公所立刻通知这个警销单位 来做这个现场剪断的动作 那么区长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再跟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同时做出违法行为 又被绑横渡神 瑞芳深奥知名景点橡皮炎周边的暗交 今天又被巡逻人员发现有人系上绳索并打上钢钉 区长成绩证在接火通报后 立即召集联合机杂小组前往现场 并呼吁民众不要再以身事发 这个橡皮炎旁边的外交又被民众挂上钢钉 还有挂上绳索 那我们呼吁民众千万不要这种破坏 我们深奥地区这些地质警官的行为 那相关的法令规定 依照我们这个海岸管理法的规定 那第31条的规定 是严禁任何的一些人为的一些设施 设置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已经违反第31条的规定 那依照37条的这个规定的话 我们如果发现责令他做一个改善处理 那如果他劝止不听的话 我们可以依法令 责请这个地方主管机关 来罚1万到5万的一个罚款 请销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岩石上 果然被人打上三个钢钉 并且还有绳索挂在一旁 消防人员二话不说带上装备 横租到对面的岩石上当场将钢钉拒断 也把绳索等设施一并采除 可以看到岩石上还有许多之前留下来的伤痕 有些甚至还有钢钉残根留在上面 局长陈吉正呼吁吊客不要再拿生命开玩笑 而且随意破坏警官延时还会触犯 还按法第31条规定 储新台币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公所警察单位 下方单位后续将加强巡逻勤募密度 逮捕到违规的民众将依据法令规定办理 希望民众遵守法律不要以身制法 介绍分享六方长报道